钱不钱无所谓 主要是喜欢成熟稳重型 我自己有衣服有200多多 6个衣柜 退休金一个月23000多 我还有14套房子出租 55岁的上限都是人情世故 年龄我并不介意 只要有人 但是呢 我的年龄就是要求 55岁到35岁这个期间 35岁 因为我接受新事物比较快 大爷从兜里掏出了记纸 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啊 一年收入五六十万左右 你说要哪个我给你买楼 谁要跟我走 我赏钱的十万 我这也不是十万 是能拒绝成熟的老赵 这这么多钱你要干啥呀 你说要哪个我给你买楼 说要哪都行 只要能跟我老赵过得快 就是怎么 这就是成熟男人的魅力 您大概有多少存款 真的好像 二三十万有没有 二三十万那叫存款吗 如果哪位呢 你嘉宾你嫌弃我 我朋友到老 我可以给出二十万 文钱的养好费 大爷就这还拿不下你 我过去年八十九了 这我留了四套房 现在还大几个旅游公司 年龄又在五十万之内吧 一个月能花在另一半身上 自己的数额到底能够 没有数随便花 不就是买点包 买点首饰吗 大哥看我 你爆灯了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三十五岁 我就喜欢这种老男人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你现在身体健康情况如何 生理上就像三十几岁 生理上就像三十几岁 你的所有标准 温柔善良身体好 干净利和有双保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也不是距离 大爷是想把主持人牵走吗 整活还得看大爷大妈 我靠你现在五千个年 它不是钱的 如果现在我喊一声 五十万 有没有跟我走的 不离不弃 等我并为欠字的时候 希望欠字的人就是你 突然就感受到了铁饭碗的魅力 大爷还是个严控 你对我没演员 我对你也有看法 没有电视上长得帅 一脸老折子 你还没房子 你还要做什么 谁能用像你 胡信男果然不分年龄 假灵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变成理想型 白点的 圆点的 胖点的 说得好像就是我 你好 原点 本身你也可以不白也不胖 多胖算胖吗 像假灵当胖的呗 像假灵当胖的呗 还不是圆点的 他啥要叫圆点像假灵那样 麦克风啊 我家好这样的 大爷多少有点不耐烦了 今天改的等人了 介绍一下好不好 进入这说明 年轻里的一场太老了 就像有病态是 不是那么健康的人 昂兰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他敢追求你们的爱情好吗 好 吵出来了 他真隐约 他没房子得个喜爱不合适 你正确的态度 去念变成一首 或者是肥肥 可能是能动手的喜欢人家背书 为什么一下就把阿姨选上来了 手挺胖的 我一直给个香蕉看 我不愁自为这花里花外